男人砍树狮捅了马蜂窝 拎着电锯跑出来 却被路人当成了电锯杀人魔 电锯男一脸茫然 咋还有个小伙跟我一起跑 下一秒 电锯男更懵了 这是什么情况 太吓人了 男人回到家继续干活 可后面一个小伙却盯上了他 手拿钢钉要为惨死的兄弟报仇 结果 男人下过之后想要救人 可惜已经晚了 小伙的同伴又把他当成了绞肉杀人魔 服务双至 祸不单行 另一边小美正在帮小胖中树 小美的朋友却误会了 以为小胖威胁小美做苦力 帽子男当即热血上头 冲上来就要干掉小胖 小胖还热情地要跟对方打招呼 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 没想到 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小胖刚把摔晕的小美抱回家 就看到回来的哥哥满脸番茄匠 心情平复后 两人打算帮倒霉蛋们收个尸 不然被人看到 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没想到警察已经找上了门 是剩下的小年轻们抱的紧 这下完犊子了 女孩脱下衣服准备洗个澡 却突然发现旁边有男人 吓得惊叫一声跌进了河里 两兄弟见有人落水 赶紧划着船过去救人 而这一幕被小美的朋友看到 以为他们掳走了小美 于是两个普世心善的农民兄弟 被当成了变态杀人魔 几个小青年总想趁机干掉他们 却一个接一个弄死了自己 两兄弟好心地帮忙收尸 又被警察堵了个正招 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 于是兄弟俩邀请警察进屋详谈 警察是一小年轻人不要怕 接着勇敢地走进了木屋 柱子年久失修 一碰就断 警察强撑着打算呼叫增援 下一秒却一命呜呼 小年轻们被吓得滋挖乱叫 小伙连滚带爬地来到警察身边 掏出警察的枪就要崩了两兄弟 可枪却没反应 粗心的小胖细心地提醒他没开保险 可下一秒 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事啊 夜幕降临 两个小年轻趁着夜色摸进两兄弟家 小美急忙解释他没有被绑架 两兄弟是好人 但朋友们根本不信 甚至认为小美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怕不是被绑架久了 反而爱上绑匪了吧 狗蛋一听顿时变了脸色 难怪要拒绝老子的表白 原来你喜欢变态 嫉妒让他面目全非 打算直接逼小美就范 这时两兄弟回来了 门外的两人听到动静冲了进来 拿起除草机冲了上去 谁知哥哥一个闪现躲开 反把自己人的脸皮尝 狗蛋拿起没有灯砸人 结果把后面的小黑点着了 卷发妹见状赶紧泼水救人 没想到泼的却是酒 眼看汽油桶要被点燃 卷发妹赶紧掏出滑子 抽上一口压压惊 两兄弟和小美顺利逃生 却万万没想到 几乎被烧焦的狗蛋竟然站了起来 他手持斧子像个恶魔 男人被烧得面目全非 却抡着斧子站了起来 三人惊慌之下只想逃命 此时的狗蛋竟然进化成真正的杀人魔 不过三人已经顺利上了车 立即开上车跑路 但飞来横祸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累 等小胖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小美不见踪影 哥哥被狗蛋打得奄奄一息 哥哥说小美被抓走了 小胖急着带哥哥去医院 可哥哥却说 小胖砸开尘封多年的仓库大门 这里藏着他们的宝贝 昔日的杀人魔战衣 小胖穿上战甲 准备去和狗蛋一决死战 他找到了被绑起来的小美 小美马上要被锯成两半 危急关头小胖使出绝招 小胖飞幅 精准无比地砍断了绳子 成功救下小美 是时候和狗蛋展开对决了 可狗蛋这种中途变态的屠夫 哪比得上江湖老手小胖的对手 一电锯下去 狗蛋直接被干出窗外 导演亲手给他发了盒饭 从此小美和小胖相亲相爱 只是可怜了哥哥 早被忘在了爪哇果 小胖